最近有网友发现一种十分神奇的简易空调 它能够制冷到零下30度 只需将两根螺旋形铜管 串联到V型打气泵上 再把打火机的钉弯器冲进去 启动后冷端就结出白霜 为了探究其工作原理 我和天工AI智能助手进行了探讨 结果令人大为惊讶 我询问用这种简易空调 能否制冷到零下30度 AI立即搜索了诸多信息源 并进行智能分析 果断回复这个方案不可行 并在讲解原因后进一步否定 于是我追问小气泵能否充当压缩机 AI认为小气泵的动力和构造都无法压缩钉丸 最后我请AI分析网上的视频是否作假 从给出的结论看 试别后期处理的可能性很大 果然我发现一段视频还原了造假过程 原来是先给铜管喷钉丸出现双动 再将化动过程倒放 就成了视频里的空调制冷 看来天工AI成不起我 正好最近货轮撞断巴尔蒂摩跨海大桥的事故 引起诸多网友讨论 那我就再次通过天工AI来分析事故原因 从目前调查看 这艘达利伦3月26日0点24分 因电源故障全传熄灯 一分钟后应急发电机启动 但发现多基卡在正多无法移动 此时货轮距大桥只有900米 于是它冒出黑烟全力倒车 但航向不断右偏最终撞上桥墩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正多的货轮向右偏航呢 带着疑问我求助天工AI的搜索功能 回复是风力 水流 螺旋桨作用力等因素都可导致偏航 但调查发现当时航道并无急流 大风或障碍物 且轮船的配载和结构也正常 难道是螺旋桨产生了横向力导致船头右偏吗 我向AI搜索追问 结果是螺旋桨确实会受到三种横向力 并明确指出右旋定居单桨船在螺旋桨进车时 沉身横向力会推动船头左偏 反之倒车时螺旋桨左旋 船头就会右偏 原因是叶片受到的推力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造成桨盘下部推力大于上部 因此施加在桨轴的推力右偏 其向右的分力就是沉身横向力 反之倒车时桨盘推力反向 就造成桨轴受到的推力左偏 同时AI指出 右旋桨前进中倒车时 半流横向力向右 它说的半流是被船身带动而跟随前进的水流 半流的速度从两侧向中间递增 但随着深度增大而递减 当半流叠加螺旋桨反转所推动的向前水流 就造成桨盘上部来流快于下部 导致上部叶片的水流冲角减小 向前吸水的内凹一面 水流分离程度比下叶更弱 因此上部叶片的转力大于下部叶片 使桨轴推力右偏 于是就形成了向右的半流横向力 而对于排出流横向力 AI的结论是 右旋桨无论进车或倒车均向左 所谓排出流是直桨盘推动的螺旋滑流 它冲击方向舵的左上和右下部 当叠加反向的半流后 舵面上部的滑流冲角就显著减小 使舵面受到的冲击力下强上弱 因此形成向左的排出流横向力 而倒车时 滑流向前冲击船身的右上和左下侧 使上部面积较大的船体受力更大 排出流横向力依旧向左 根据上述结论 我让AI画一张轮船的后部视图 可见倒车时螺旋桨反转的结果 有了较大的沉身横向力和排出流横向力 以及较小的半流横向力 因此船头会不断右偏而撞桥 通过刚才的问答过程可见 AI搜索相比传统的搜索方式更加智能 可实时准确的一键获取答案 没有收费页面和垃圾广告 它能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诸多场景 提供切实帮助 比如医学生让AI写作完成一篇 严正性肠病的诊疗综述 它就会从症状、诊断和治疗三方面 做出非常具有专业性的严谨描述 诱惑者公司职员 让AI写作分析一些公司的具体业绩 并写出总结 只需几秒钟 一份完整详尽的报告便展现出来 对其中存在的瑕疵 可不断令其修改 直至满意 不仅如此 AI写作对撰写文案或公文 运营方案、营销策划、周报、月报等 都能轻松搞定 使学生党、职场人、企业主和公务员 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天工AI目前免费使用 大家赶紧去体验吧